青春3的选秀之火 难道烧到其他选秀节目了吗 据说连周董都遭殃 爱奇艺选秀节目青春有你3 爆出一连串丑闻事件 最后以勒令停播收场 连带近日又有消息指出 这场选秀之火似乎没完 甚至延烧到了捧红许多实力派上将的中国好声音 网络疯传一张通知 中国好声音被要求停止2021年一切海选活动 消息一出大批网友直呼可惜 难道想再次看到历代导师们 包括周杰伦、张惠妹、纳英、陈奕迅和吕陈信等人 每年夏天替素人歌手转身的样子几乎不可能了吗 其实中国好声音是不少优秀歌手转上舞台 被发掘出道的最佳途径 像是近期非常红的周深 就是从中国好声音出道的 许多陆剧原声带都可以听见她的声音 你的声音真的是我从事音乐这么多年 很早见的一种声音是跨越年龄 跨越性别 当着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 另外身为余晨信爱图 也一度和她传出绯闻的歌手吴莫愁 这是当年有名的好声音学员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盼盼你 眼睛就花了 同样也是原声带女王 装必成昔日也靠好声音出道 成名后演唱不少会计人口的主题曲 当年也以一首时间去哪了 夺下冠军宝座 还有台湾女孩李志平 都曾经站在这个舞台上 展现好歌喉 而今年刚好是中国好声音开播十周年 许多网友远先期待 今年的大阵仗庆祝 直接十年比赛精华 二人宣传 制作单位特地早早宣布导师阵容 预告再次邀请到天王周杰伦回归 开播前更拍板 李荣浩将回到导师一行列 网传还有桃泽和海豚公主张亮颖 可能加盟 天王教父级的组合 更让十周年的中国好声音 期待值暴涨 如今在海选阶段就传喊咖 不少网友不愿相信 还是想等官方宣布正式消息 只是多个选色节目 想起被爆出 无法如期开播 创造营第五季也传出暂停海选 包括中国新说唱也疑似被砍 乐队的夏天 更是在微博上直接宣布暂停一年 有网友分析指出 通知上写的 停止一切综艺节目海选活动 猜想大陆官方应该是想打击 过度泛滥的偶像选秀节目 究竟选秀类节目 还能不能继续播出 众说纷纭 不过回头看到牛奶事件 和一系列夸张的追星行为 粉丝们多些理性和克制 避免盲从跟风 或许才应该是大陆官方最想制止的不良外风